一个观察 法国的移民人数从2021年就超过了总人口的10% 这个我不同意啊 这个大康老师的说法 我看到了一个数字啊 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就是法国的外来移民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万 占法国总人口的20% 这个当中呢 他有一些是移民二代 就是说他爸他妈或者他爸他妈的其中之一 这个是移民 就是出生在法国以外的 然后到了法国之后 他们在法国生的孩子 加上这些人 大概是1300万 那么20% 那么法国总人口大概6500万 反正意大利可能五六千万人 西班牙四千多万将近五千万 法国六七千万 英国可能有六七千万 德国可能都九千多万人了 大概这是几个欧洲的人口大国吧 他说的不是完全对 我认为啊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院的数据 2021年在法国生活着近700万的移民 其中这里边有47.5%的人来自非洲 是黑人朋友 干法国 这个他说的又不准确 大刚老师 他说这个来自非洲的黑人朋友 这个 其实法国的移民有好多是北非 就叫马格里布 马格里布这个词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就是西方 这个地方的原住民是伯伯尔人 伯伯尔人呢 后来有一部分阿拉伯化了 当然从埃及那个方向 从阿拉伯那个沙特阿拉伯 也门那方向扩张过来的一部分的原始的比较纯粹的阿拉伯人 伯伯尔人和阿拉伯人 包括阿拉伯里边的游牧部落贝都因人 这些人是白人啊 在人种上算欧罗巴人种 也算这个高也叫高加索人种啊 也是白人 但是他们不是欧洲的白人啊 我说的人种学不是民族学也不是民俗学也不是以宗教信仰来划线啊 这个是从人种学上来划分的 但是他们不是黑人啊 这个大康老师他把这个这个这个非洲的都形容为这个黑人兄弟 这是不对的 这个法国在非洲有殖民地叫法属西非 法属西非的首都吧 就是或者叫首府吧 政治中心最早叫圣路易啊 你听那名字圣路易 这就是法国名字 后来是达卡尔 现在的巴黎达卡尔那个汽车拉利赛的那个终点啊 那个叫法属西非 法属西非大概包括今天的十个国家啊 基本上这十个国家的主体是黑人啊 按照人种学来分类 把非洲分成两大块 一块叫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一块叫北非或者叫撒哈拉以北的非洲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那基本上原住民那就是黑人啊 也是人类的故乡 对吧 全人类都是东非东非大裂谷 就是肯尼亚那边的七个女人的后代 后来人类原始人类 智人呀 或者等等的 又走出非洲 走出非洲又到欧洲 又到亚洲 最后又从那个那个白令海峡 当时是这个冰河期 洞上的结冰的 又到了美洲 就是印第安人 美洲的土著居民 到欧洲呢 又跟那个什么尼安德特人呀 又产生了混血和战争啊 反正就是不服就消灭 服了的就通婚啊 等等等等啊 马格里布 基本上就是三个国家组成的 有一种说法比较主流的 就是阿尔及利亚啊 还有摩洛哥 还有突尼斯啊 基本上阿拉伯人 伯伯尔人 他们算白人啊 这个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啊 从法国独立出来 后来法国放弃了 说别打了别打了 你就独立吧 包括西撒哈拉 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 就是这个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摩洛和这个这个突尼斯 台湾那边叫突尼西亚啊 那是法国的地盘 当然有人说马格里布 也包括一部分的 也包括利比亚啊 这都是阿拉伯人 其实就是白人啊 白人里边的阿拉伯人啊 然后这个阿尔及利亚独立是中国 中国给了好多钱 给了好多武器 毛泽东啊 出于那种意识形态的 马列主义 这个这个共产主义的 国际主义的 那种原教旨主义的 极端的 中国人吃不上喝不上 甚至饿死 也得支援阿尔及利亚 支援阿尔巴尼亚 支援越南 支援朝鲜 对吧哎 他要争霸 为什么他要搞一个第三世界呢 是吧 这个扯的有点远啊 北非没有多少 这个黑人啊 这个埃及的古人类 不是现在的主体 现在埃及的主体是阿拉伯人 或者叫阿拉伯化了 他的这个古人类 有努比亚人 在尼罗河的 算是中游 或者是上游的前半段吧 努比亚人 跟苏丹交界 还有一部分科普特人 科普特人就是信基督教的 他们都是白人 但是不是阿拉伯人 科普特人出了一个名人 加利 加利 大家还知道吗 八十年代吧 或者九十年代的联合国的秘书长 UN的那个 General Security Secretary Secretary Secretary是安全 Secretary啊 就是那个总秘书长 中国翻译成秘书长 UN United Nations 所以他说的不对啊 反正大康老师 非常勤奋 人也非常正派 也虚怀弱骨 也很善良 而且他每天也很辛苦 搜集资料 不过我这人爱给人挑错 大康我至少也给他挑了十几个错 原来关于东欧啊 关于蒙古啊 呃等等的 我给他挑了十几个错啊 这个法国的移民和移民的后代 至少百分之二十吧 因为法国我去过 包括法国的一些农村地区 包括巴黎 那街头 都是带头巾的穆斯林 啊 穆斯林 啊 伊斯兰教叫伊斯兰登念 是吧 这个信仰的共同体叫乌玛 是吧 这个信仰叫伊玛尼 是吧 每礼拜五 那个叫 那个叫祖玛 这都来自波斯语 阿布塔能祖玛 阿布塔能比鲁 西伯仙拜 皮仙拜 这都来自波斯语啊 这个 像那个什么麦加 克尔白天房 是吧 阿拉法特山 是吧 这个那个晋寺 对吧 呃 所以啊 他说的不对啊 他说的不对 这个人种的分界线 和各个大洲的分界线 是吧 包括语言的分界线 它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是重叠的 往往他不是重叠的 对吧 黑人又分两大只 黑人有两大只 一个叫班图黑人 一个叫苏丹黑人啊 又分两大种 两大种下边有一些亚种 是吧 你看索玛里的黑人 那个头是窄 头不行 就是脸是窄的 那个头像白人 但是皮肤是黑的 对吧 然后那个非洲最大的岛 马达加斯加岛 然后岛上的黑人 也不纯粹 他是在比较古代的时期吧 可能五六千年前 从东南亚 今天的印尼呀 马来亚呀 移民过来的 那会儿没有移民啊 没有边防啊 没有海关 应该是坐着船来的 马来人和黑人 混血的 是吧 世界上最高的 也是黑人 最矮的 叫逼格米人 逼格米人 应该是在 这个扎伊尔 现在叫刚果金 或者叫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热带雨林里 逼格米人是最矮的 最高的叫不须曼人 不须曼人 也叫霍屯都人 他们分布在西南非洲 当年在南非的殖民地的时候 叫西南非洲 后来独立了 叫纳米比亚 分布在那的沙漠里 那个霍屯都人 不须曼人 好像独立以后的首任总统 叫弩乔马 中国又给花了大钱了 安哥拉 安哥拉安盟 是吧 安哥拉独立 从葡萄牙独立 分成三大派 这三大派 美国支持一派 苏联支持一派 中国支持一派 最后好像中国 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玩命砸钱 好像中国 支持了安哥拉这一派 最后占上风了 那个领导人好像叫多斯桑托斯 是吧 埃塞俄比亚的皇帝 海尔塞拉西 什么扎伊尔 不是什么这个 这个坦桑尼亚的尼雷尔 什么赞比亚的叫什么 我都忘了名字了 是吧 什么扎伊尔的蒙伯托 这些独立的领导人 后来也都蜕变 堕落为那些独裁者 基本上都是中国支持的 然后你比如说亚洲 是吧 亚洲不是都是黄种人 对吧 西亚 西亚的土耳其人 是吧 波斯人 库尔德人 阿拉伯人 是吧 这个这个 像南亚的巴基斯坦人的 其中的一部分 印度的一大部分 这都算白人 都算白人 黄种人 印度有一部分 主要在印度东部 就是孟加拉以东 缅甸以西 中国西藏以南 也是不丹以南 什么纳加兰邦 什么这个 这个米 什么米佐纳姆邦 叫什么呀 我说的不一定准确 阿萨姆邦 这都算黄种人比较多 像那个尼泊尔 这个国家 一半黄种人 一半白人 这个黄种人的国家 不是太多 比如说缅甸 东南亚 基本上都是都是黄种人 有少量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因为这个坐着船 船队来经商 来传播伊斯兰教 有一部分人 有点白人血统 基本上东南亚 都是黄种人 东亚也基本上是 但是新疆 塔吉克人算白人 维吾尔 哈萨克 克尔克兹 什么乌兹别克 这些新疆的少数民族 他们是多多少少的是混血 是黄白过渡 叫中亚类型 中亚类型 是吧 好吧 扯这扯的有点远了 扯这扯的有点远了 大康老师的节目 我还是经常看 他的价值观 总体上还是比较正 比较正 说的挺好的